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超级材料革命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绝人革命家 超级绝人材料 二 声波操纵师 超级声控材料 三 压力巨匠 超感压力响应材料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绝人革命家 超级绝人材料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让物理学家和工程师们 兴奋不已的话题 超级绝人材料 这可不是普通的绝人材料 而是一种能够在极端条件下 保持其绝人性能的超级英雄级别的材料 想象一下 如果你的衣服是由超级绝人材料制成的 那么无论是在撒哈拉沙漠还是南极洲 你都能保持体温不变 这可比任何时尚外套都要实用多了 首先 让我们来定义一下什么是绝人材料 绝人材料 顾名思义就是那些不导电的材料 它们就像是电流的障碍赛跑选手 让电子们无路可逃 但是 当我们谈论到超级绝人材料时 我们指的是那些 即使在极低温或者极高温下 也能保持其绝人性能的材料 这就像是给障碍赛跑选手 穿上了钢铁战衣 让他们在任何恶劣环境下 都能坚守阵地 这种材料的发现 可以说是偶然中的必然 科学家们在研究量子物理的奇异世界时 偶然发现了一些材料 在特定条件下展现出超乎寻常的绝人性能 这就好比是在寻找宝藏的过程中 意外挖到了一个 藏有无数金币的古老海盗箱子 超级绝人材料的应用前进广阔 从提高电力 传输 效率 到制造更高效的太阳能板 再到开发 更先进的电子设备 它们的潜力无处不在 想象一下 如果有一天 我们的城市中的所有电线 都被超级绝人材料所取代 那么我们将能够大幅度减少能源损耗 这将是一场真正的绝人革命 当然 这些超级绝人材料还处于研究和开发阶段 并不是随时都能在市场上买到 但是 就像所有伟大的科学发现一样 随着实践的推移和技术的进步 这些材料终将走出实验室 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那时 我们或许会对这些超级绝人材料说 谢谢你 绝人革命家 你让世界变得更加高效和可持续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声波操纵师 超级声控材料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听起来 就像是超级英雄专属技能的话题 声波操纵师 也就是我们的超级声控材料 首先 让我们来点科幻的想象 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拥有控制声波的超能力者 你可以让声音转弯 可以让它消失不见 甚至可以把它集中成一个能够打破玻璃的音波子弹 听起来是不是很酷 但这并不是电影里的情节 这是现实中的物理学家和工程师们 正在研究的超级声控材料的能力 这些材料 被称为生子晶体或者声学超材料 它们的结构被设计的能够以非常特殊的方式 与声波相互作用 这些材料可以有选择的吸收 反射 折射 甚至聚焦声波 想象一下 你在一个吵闹的餐厅里 但你周围有一个隐形的声学屏障 让你能够在这个小小的宁静玉桌中享受你的晚餐 这就是声控材料的魔力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你的邻居是一个业余的歌手 但唱功却让人想起了猫在月光下的长鸣 如果你有声波操纵的能力 你可以轻松地将它的美妙歌声转移到一个更加需要音乐的地方 比如说火星 我相信火星上的沙尘暴会对此表示欢迎 但说回正经的 超级声控材料在现实世界中有着非常实际的应用 比如在建筑学中 通过使用这些材料 我们可以设计出更加安静的办公室 更加私密的会议室 甚至是能够阻止地铁噪音侵扰的住宅 在医学领域 精确控制声波的能力 可以帮助提高超声波成像的清晰度 甚至在未来可能用于无创手术 当然 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像超级英雄那样 随心所欲的操纵声波的境界 但科学家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也许有一天 我们真的能够像声波操纵师一样 用一声令下控制我们周围的声音世界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令人不悦的噪音时 不妨想象一下 如果你有超级声控材料 你会怎么做 这不仅是一个有趣的思维游戏 也是对未来可能成为现实的科技的一次小小预览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压力巨匠 超感压力响应材料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压力大的话题 不 不是你的工作压力 也不是你婆婆的催婚压力 而是一种神奇的材料 它的名字叫做超感压力响应材料 这种材料 可以说是压力界的大师 压力一来 他就变脸 比某些人面对老板时的反应还要快 首先 让我们来解释一下 什么是超感压力响应材料 这种材料 就像是一个敏感的小灵魂 当外界施加压力时 它会产生物理或化学的变化 这些变化可能是形状的改变 颜色的转变 甚至是电导率的变化 它们就像是材料界的变色笼 压力一来 立马展现出自己的超能力 这种材料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想象一下 如果你的衣服是用这种材料做的 当你在炎热的夏天出汗时 它就会自冻掉枕透气性 让你凉爽如秋 或者 当你在健身房举重时 你的运动服就会根据你肌肉的压力变化 给你最合适的支撑力度 这不就像穿了一件智能衣服吗 还有更酷的应用 想象一下 你的手机壳是用这种材料支撑的 当你不小心把手机摔到地上时 这种材料能够感应到那一瞬间的压力 立刻变硬 保护你的手机不受损伤 这简直就是手机界的超级英雄 当然 这种材料也有它的压力点 就像超人怕绿色的石头一样 超感压力响应材料也有它的极限 如果压力太大 超过了它的承受范围 它可能就会失效 就像某些人在压力面前崩溃一样 所以 科学家们还在不断地研究 希望让这种材料变得更加坚韧 能够应对更大的压力 总之 超感压力响应材料 就像是一个压力下的巨匠 它能够巧妙地利用压力 变成各种有用的形态 未来 随着科技的进步 我们或许能看到更多这种材料的奇妙应用 那么 下次当你感到压力大的时候 不妨想想这些超感压力响应材料 它们可是把压力当作成长的养分呢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聊了三种超级材料 超级绝人材料 超级声控材料 和超感压力响应材料 这些材料 都有着非凡的特性 可以应对各种极端环境和应用 超级绝人材料的出现 将带来一场真正的绝人革命 提高能源效率和减少能源损耗 超级声控材料 能够让我们控制声音的传播 创造更加安静和舒适的环境 超感压力响应材料 则可以根据压力的变化 改变形状 颜色和性能 为我们提供更加智能和舒适的产品 这些材料的应用前景非常广阔 但同时也面临着挑战 科学家们正在不断研究和开发 以克服这些挑战 让这些超级材料更加实用和可靠 最后 我想问问你们 对于这些超级材料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你认为 它们会对我们的生活 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欢迎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